好,我们先来开一张新的档案 把它设定宽度是600像素,高度是两个像素就好 那么色彩模式这边我们也是用RGB的背景把它设成透明 好,确定 那么在这边好了,因为图片很小,所以我们把它放到最大 在Photoshop里面你可以放到1600% 那接下来我们来用一个我们之前没有教过的一个功能 就是所谓的水平单线 水平单线或水质单线这边的话呢 就是它会是一个单一个像素的 你只要点一下就会有的 好,我们来试试看看 点一下就会有一条从左边到右边整个的一个单像素的 接着我们来使用油漆桶 倒上黑色 好,倒完了之后呢 要注意一下,这边我们先把选取区把它做一个取消 好,你如果没有做取消的话 待会我们要定义图样的时候呢 这边就变成只有定义黑色的 好,我们到编辑 定义图样 OK,确定 好了之后这个档案就可以把它关闭 好,我们回到这边来 现在我们来用图层的方式来做定义图样 按到新增调整图层,就可以看到一个图样的地方 好,按下去 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刚刚有增加过的 所以在这边可以有 那也可以选其他的 好,如果我们选到我们这一个 好,确定 这样就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那么记得,如果你要看到正确效果 你的百分比要设成百分之百 如果你是在比较其他的效果 你会看起来就会觉得怪怪的 好,那比较快的方式可以再按一下 放大镜,多多两下,就可以回到百分之百 对,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起来